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婷婷腾前 今天的视频我会和大家详细聊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取出RSP 对于你来说是最划算的 那RSP和TFSA是不同的 TFSA取出的时候是完全免税的 而RSP在取出的时候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你取出RSP的那一年 CRA会把你取出RSP的金额 加到你当年其他所有的收入之上 然后按照那一年你最高的那一档 编辑税率来收税 所以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时间点取出RSP 你所要缴纳的税金是不同的 而在错误的时间点取出RSP 会使你损失很多的钱 因为你需要缴纳更多的税 今天的视频我会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各种不同的财务状况 比如说收入低的 收入高的 RSP账户金额少的 RSP账户金额多的 需要去养老院养老的 等等这些情况 你都适合什么时候开始取RSP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既然RSP需要缴税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资RSP呢 你没有说错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投资RSP的 如果大家需要我出一期视频 去详细的对比 哪些类型的人群适合投资RSP 而哪些类型的人群 并不适合投资RSP 是应该先投资TFIC呢 还是应该先投资RSP 还是两者都投 如果你需要这样一个视频呢 你可以在留言里打印 如果你有在用TFIC或是RSP投资的话 莫莫是个不错的选择 婷婷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 只有婷婷粉丝才能拿到的专属福利 6月30日前 用婷婷的专属连接开户 并入金100加元以上 就可以获得价值1888加元的免交易佣金卡 那这个免佣金卡呢 在你入金后三天内 就会自动发放到你的账户 此外 入金加转仓 你还可以再获得最高1300加元的现金券 可以提现到账户余额 我会把专属开货链接放到置顶留言 和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去找到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把RSP投资 交给银行或者财务机构管理的 你可能觉得这样会比较省心 但这样做其实你是损失了很多的钱的 因为银行或是财务机构 会收取1.5%到3%的管理费 加拿大基金的平均管理费呢 是2% 那打个比方说 比如说你有10万的RSP 那你每年需要缴纳的管理费 就是2000加币 而且即使你的基金是属于赔钱状态的 你还是需要缴纳这个管理费的 最重要的是 即使你是缴纳了很多的管理费 也不代表它就会为你带来更多的收益 股神巴菲特就说 标普500指数ETF的回报率 要大于大多数基金的回报率 标普500指数ETF在过去30年 累积回报超过了1000% 年化回报率接近11% 巴菲特甚至建议他自己的夫人在他死后 将继承财富的90%投资标普500ETF 只有剩下的10%投资于短期政府债券 如果你对投资ETF感兴趣 可以试试最受华人青睐的券商 MuMu 在MuMu的平台上 你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各种主流的美股和下股指数ETF 并且MuMu会提供深入的分析给你 帮你快速地了解每个ETF的特点 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 除了传统的指数ETF MuMu上也给出了更多的个性化投资选择 比如说主题ETF杠杆ETF 与其他的券商相比 MuMu提供了更低的交易费用 融资利率和货币兑换费 可以帮我们省下不少的钱 除了指数ETF 许多投资者对高股息投资也很感兴趣 那在MuMu的平台上有许多免费的工具 比如美国和加拿大的高股息股票排行榜 派息日历和历史派息记录等等 作为香港第一券商富途牛牛的姐妹品牌 MuMu在服务华人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提供全中文的界面和24小时的中文客服 随时解答你任何的疑问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置顶留言 或者视频下方描述区里的链接 不要错过1888加元的免佣金卡 和最高1300加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现实活动 那感谢MuMu赞助本期的视频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视频我主要会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来讲 第一类型的人呢就是退休后收入比较低 在贫困线之下的这类老人 可以拿到GIS老人补助的这些老人 那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退休之后收入还可以 RSP也有一些钱 但是拿不到GIS的这类老人 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退休后收入比较高 RSP里的金额也很多这类老人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种情况 就是退休之后收入比较少 可以拿到GIS低收入老人补助的这类老人 这类老人我是建议你在65岁退休之前就把RSP取完的 原因是因为在65岁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到OAS 同时你可以拿到GIS 但是因为RSP取出的时候是算作收入的 所以当你有RSP的收入的时候你的GIS就会被减少 具体会减少多少大概的来说就是每多一块RSP的收入你的GIS会被减少50分 而且这个GIS的收入是免税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你的税后收入 那这里我为什么会说大概每多一块RSP的收入你的GIS会减少50分呢 是因为根据你收入的范围不同 那有的收入范围呢确实是每多一块钱的RSP收入你的GIS减少50分 但有的收入范围却是你每多一块RSP的收入你的GIS会被减少75分 那有的老人可能会说我确实是需要RSP里的这些钱来补充我每个月的生活费 那这怎么办呢 你把RSP取出来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把它花掉 你可以把你的RSP的金额取出来之后 然后存入你的TFSA 你在TFSA账户里赚到的所有的钱它都是免税的 而且当你取出的时候呢 这些取出的钱也是完全免税的 因为你从TFSA里取出的任何钱都是不算折收入的 所以也就是说它不会影响你的GIS低收入老人补助金 2024年每个人TFSA它的最大的额度是95000加币 那如果是两位老人的话就是一共19万加币 如果是低收入老人的话 那我大概率的猜想你的RSP的金额是会在这个95000加币以下的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你所有的RSP都转到TFSA里 而且这个TFSA的额度是每年都有所增加的 那从2021年到2022年呢就增加了6000块 2022年到2023年增加了6500块 2023年到2024年增加了7000块 所以这个金额会不停的上升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种情况 就是退休之后收入还可以 RSP的金额呢也是中等 不是说很多很多比如说100万这样 但是还不错 但是是拿不到GIS的这类人群 讲这类人群之前呢 我首先需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我分析这类人群的基础 那大家首先是需要知道两个很简单的Financial Planning 就是你的财务计划的概念 那第一个概念呢 就是做任何Financial Planning的时候 你都需要假设一个你的寿命 因为如果你没有预设这个寿命的话 你的Financial Planning的金额是不同的 那第二个概念呢 就是你需要知道你每个月想拿到多少钱来退休 比如说有的老人想拿到每个月4000块的退休金 那一个家庭呢就是8000块的退休金 那有的老人呢可能更高一些需要5000块 一个家庭需要1万块 或者你需要的比较少一点3000块 一个家庭6000块 这个不同的金额会决定你取出的不同的策略 那对于今信替有不测风云的这类人群呢 就像有些朋友会在我的留言区底下留言说 都不知道会不会活到65岁 对于这类人群呢 Financial Planning对于你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做Financial Planning 其实你还需要交很多钱给这种Financial Planning的公司 那做这些Financial Planning的人呢 都是预计自己会活到一个年龄 然后不想在这个年龄之前把钱就花完 当你花钱去做这些Financial Planning的时候 他们这些公司都建议你 至少要设置86岁为你的预期寿命 甚至比86岁更多 比如说88岁90岁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能活到90岁以上的老人 也是很常见的 我看过一个调查 说是如果你可以活到55岁的话 那么你活过90岁的几率呢 男性是在16% 而女性呢高达34% 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很害怕 人还在世 但是钱却没了的这种情况 我们以大多数财务公司推荐的最低年龄 86岁作为例子 当然这个年龄 如果你要求财务公司把它做得低一点的话 也是可以的 假设你可以活到86岁 那你可以考虑去推迟你的CBP和OAS的领取时间到70岁 我之前是有做过一些视频给大家来告诉大家 当你活到不同的年龄 什么时候去领取CBP是最划算的 那如果你可以活到85岁以上呢 那70岁领取CBP是最划算的 当你推迟CBP和OAS的领取到70岁 你的CBP的领取金额会每个月增加42% OAS的领取金额会每个月增加36% 在这个金额之上呢按照通货膨胀的指数 它会在上面给你加一个通货膨胀的金额 所以你可以考虑在65岁到70岁这个时间段 去取出你的RSP来作为你当时的生活费 因为在你做Financial Planning的时候 你已经定下了目标 你每个月需要花多少生活费 比如说每个月每个人需要3000块的生活费 这样的话如果你的CBP和OAS增加 你需要的RSP就会更少 而且CBP和OAS领取的这个增加是有保障的 它不像RSP如果你一直把它放到账户里 虽然它是有可能增加的 但是它也有可能降 而且当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做的投资都会更保守一些 所以它增值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保守投资的话 一般获利空间会在5%之下或者更少 除此之外如果你想留一少部分RSP 在你的RSP账户里其实也是可以的 因为在那大呢它是有一个Tax Credit 它叫做Pension Income Tax Credit 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每年可以有2000块钱的 退休金收入是可以享受税务优惠的 那政府对这个退休金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RIF RRIF就可以 RSP是不可以的 CBP OAS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保留钱在RSP账户里的话 你要记得把它转成RIF 然后再取出 这样的话你是可以拿到这部分税务优惠的 那这部分联邦税务优惠呢是15% 也就是说最多你每年每个人可以省下300块加币 据我所知是各个省除了魁省之外 也有自己省里的这个Pension Tax Credit 但是每个省和每个省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找一下你相对的省可以省下多少钱 无论我们内心多么的不想承认 但是养儿防老这个概念在现今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不通的 不能说是全部 但是很多老人老了之后都是还是选择了去养老院 如果在你决定去养老院的那一年 你的RSP账户里还有很多钱的话 如果你想去的是政府经营的养老机构的话 那么同样的服务你会比其他老人要多交很多的钱 具体你需要比其他的老人多交多少的钱 是要看你当时RSP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还有你当时的收入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当时RSP账户里还有很多的钱 而且收入也比较高的话 你会比其他老人多交几倍的钱 这个是有可能的 当然如果你压根就不考虑政府的养老院的话 那么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一点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如果在你去世的那一年 你还有很多钱在你的RSP账户里的话 如果你是有配偶的话 这些钱是可以转到你配偶的账户里的 当他不取出的时候是不需要缴税的 只有当你的配偶取出这些RSP的时候才需要缴税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单身老人 或者你的配偶已经去世 你是剩下的最后一位老人的话 当你去世的那一年 你RSP账户里所有的钱都会被算作收入 加到你其他所有的收入上来进行缴税 所以它就会使你最后一年的税阶特别高 是需要缴纳更多的税的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一些老人选择在退休的前几年 用RSP来作为生活费 从而推迟CPP和OS的领取时间 使CPP和OS的金额有所增长 之后呢就大部分用政府的退休金来作为生活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这样做 有些人宁愿在最后一个纳税年度缴纳更多的税 因为反正自己也去世了 他们不会再关心遗产问题 所以这完全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更重要 是为自己提供经济保障确保自己有更多的钱 还是想少交税把更多的遗产留给子女 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考量 然后去做决定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类人群 就是RSP账户里的金额是非常多的这类人群 这类人群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 我是建议你尽早的去领取RSP 而且在有任何年份 如果你的收入比较低或者没有收入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这些年份 一定要领取你的RSP出来 也许是不多见 也许你的身边并没有 但是真的是有一些老人在他们去世的那一年 他们账户里的RSP是超过100万加币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无论在哪一个省 这些老人差不多都会被收取50万左右的税 也就是说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 差不多一半的积蓄都会被政府拿走 只有一半会留给自己的子女和亲人 所以说如果你哪一年的收入比较低 比如说那一年你失业了 又或者说你想提前退休有几年不工作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RSP取出来 因为这些年你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会是很低的 还有就是不要等到71岁才把RSP转成RIF 然后从里面去取钱 能找取出就尽早取出 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晚取出你被要求取出RIF的百分比会越多 所以你的税率也会越来越高 而且到最后一年当你去世的那一年的话 你的税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我给大家取个例子看一下 假设你RSP账户里有100万加币 那为了显化例子 我们就假设它就是100万加币 中间没有增值 因为我们主要看的是 它取出的时候税务上的差别 而不是要看它增值多少 好那假设有100万的RSP 我们分20年来取出 然后你每年的退休金呢 包括OS、CPP加在一起是2万加币 所以你的每年的收入就是7万加币 那么这样呢 如果以BC省来看 你每年需要缴纳的税就是12409 20年呢就是248180 安大略省会稍微高一点点 那7万的收入 每年你下缴纳的税是12591 那20年呢就是251820 好同样是100万加币的RSP 再加上2万当年的OAS和CPP的收入 就是102万加币 那如果是BC省在一年缴线的话 因为它的大部分收入 都会在最高的编辑税率以上 所以BC省呢 这一年你就需要缴纳496356块加币的税 安大略省你需要缴纳502658块钱的税 这样算下来 两种不同的取款方法 它中间税的差额差不多是25万加币 而且第一种方法 每年取5万的RSP 我是用EY的计算计算的 这个计算计并没有把老人的税务福利给加进去 所以它实际的税率会比这个金额更少 因为老人在65岁之后 会有自己的专属的税务优惠 比如说Age Amount 比如说Pension Tax Credit等等 所以第一种方法 每年取出5万RSP 取20年 你实际需要缴纳的税 其实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还会少上一些 有的老人也许会说 那我每年取5万 但我实际用不完这么多的钱怎么办 我是不是一定要花光 其实也不是的 如果你TFIC还有额度的话 你可以存到TFIC里去投资 TFIC里的任何收益 以及它取出来的时候 都是完全免税的 如果你TFIC里 已经没有剩余供款额度了 那么你可以考虑把这些钱 投资到非注册账户里 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如果你是从RSP里取钱出来的话 任何一分钱你都需要交税 你是不享受增值税的税务福利的 但是当你把RSP里的钱取出 再放到非注册账户里去投资 你是享受增值税税务优惠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当年增值的收入 在25万之下的话 这部分的增值 只有其中的50% 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如果当年增值的收入超过25万 那超过25万之上的部分呢 只有其中66.7%的收入 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而RSP是其中100%的收入 在取出的当年 都需要按照个人的编辑税率去缴税 这里我再稍微插一句 可能有的人会说 那我就听糊涂了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在非注册账户里投资 反而要在RSP里投资呢 那是因为在你存入RSP的当年 它是会抵消你当年的收入的 就等于说你之前的收入 是没有缴个税的 所以在你取出的时候 才需要缴税 而且就像我视频开头的时候说过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投资 RSP 有的人呢适合投资RSP 有的人适合投资TFSA 有的人两者都适合 那如果你需要我出这样一个视频 去比较一下 什么类型的人适合投资RSP 什么类型的人投资TFSA的话 你可以在留言里打一 感兴趣的人多的话 我会出一些这样的视频给大家 好那今天的视频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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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